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介绍新卫明律师事务所的电子书 新卫明律师详解美国移民和签证 这个电子书在我们律所的网站nwmlaw.com首页上面有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下载 从中国也可以看到 但是需要放在浏览器 不管是手机还是计算机 从浏览器应该能够看到 我们的其他客户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电子书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是我们过去我们律所的若干的文章 包括微信公众号的 包括网站、美国攻略等等的专栏文章 以及我们视频的一些内容 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特的内容 我们统一编撰成了这样的电子书 那我们大家知道呢 最近因为各种原因 想办理美国绿卡和签证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这个电子书呢 包括了各方面的详细的内容 比如说在美国办理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 包括自主申请的EBYA NIW雇主支持的职业移民 以及亲属移民 还有呢 I485 移民签证 怎样申请 流程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文件 这个面谈的时候 有客户的亲身经历 相应的流程 入境美国 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经历是怎样的 拿到绿卡以后 有什么注意事项 怎样交税 入籍美国的情况 以及个人 比如说 曾经有挂靠的历史 曾经是党员 或者 曾经申请被拒 怎样来解决 还有办理工作签证 比如说 抽签的流程 需要的材料 如果没有办H1B 那么O1签证 怎样办理 在美国怎么办 F1学生签证身份 还有 访问学者 从这签证 怎样取得绿卡 还有 比较各类移民方式 留学生常见的 拿到绿卡的 各种途径 以及其他的一些 注意事项 还有 我们一些客户的 亲身经历 等等 总之内容很多 应该有 至少七八十篇文章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很多人 想办绿卡 但是呢 可能没有 足够的背景知识 或者有一些 特别的问题 那么可以考虑 先看我们的电子书 前面有目录 从目录呢 你点击 就可以跳转到 相应的文章 一共有好几百页 可以解答 大多数人的常见的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呢 可以给我们律所发email 我们对于EB1 NIW PERM 或者亲属移民 我们也可以提供免费的评估 如果有更多的复杂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提供收费的咨询 总体来说呢 我们电子书的内容很多 很多人呢 过去可能需要付费 才能得到的知识 现在这样 你就可以浏览下载 免费获得 那如果呢 你有哪些特别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发信 讲到 那我们过后呢 在电子书的续集啊 等等其他的文件里面 也会相应的讲到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认为啊 这是我们过去 长期的知识经验 为客户办理这些 移民和签证案件的 内容总结 在这个视频里面 推广一下 希望大家充分利用 可以在我们律所的网站 www.nwmlaw.com 可以找到 当然也可以搜索 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或者New卫名law 找到我们律所的主页 在我们的网站上就有 好 那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我们律所最近编撰的 电子书 给大家带来 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